Hello 大家好 我是昭蒂 欢迎收看大壮壮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顶级特工被迫卷入谋杀案 独自对抗恐怖分子的动作犯罪片《极限特工》 在美国的小镇一座农场里 表面上看起来一片平静 地底下是卫国安局的指挥中心 一个人来到了马圈里 发现同事都倒在了血泊中 此人正要向上级汇报 无料被杀手从背后干掉了 随后他们在草坪上安放了几个钻地炸弹 直接打通了指挥中心 一群杀手蜂拥着跳了下去 随即在地底下展开了枪战 杀手们还释放了一个小飞碟 别看这玩意儿小 功能却很强大 四处探测人们的活动轨迹 杀手则根据小飞碟反馈回来的情报实施精确的打击 没一会儿 眼看指挥中心就要沦陷了 身为指挥官的老王只好通过逃生通道跑到了地面上 赶紧开上改装的汽车 一溜烟地逃离了这里 跟随他一起逃出来的只有武器改装专家托尼 掏出身上打落的小飞碟给托尼看 两人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这东西比国安局的要先进很多呀 看来对手不简单 老王首先想到的就是要物色一个顶级特工才行 没过多久 老王来到监狱看望了一位老朋友斯通 他已经在监狱里服行了九年 两人没有多余的话 老王希望他能为自己所用 还说明天会在他放风的时间救他出去 四日中午 斯通在几个狱警的堪压下向外走去 一看时间快到了 不由分说 三下五出二的打倒了几人 赶紧摸出钥匙 打开了手铐 跑到了洗衣房 两下就踹掉了排风扇 随后就爬上了房顶 遭到紧随其后的狱警袭击 要知道 斯通也不是个擅长 不然也不敢轻易越狱啊 在搞定了五六个人之后 跑到墙边直接跳了下去 这时一架直升机刚好飞过来 带着他就离开了 斯通找到昔日的好友 三人暂时有了住处 随后就商量着回到指挥中心 把硬盘拿出来 因为一切情报都在那里 不用多说 这个重任非斯通莫属 此时的地下指挥中心一片狼藉 国安局派了一批人在这里寻找线索 托尼坐在车里提供情报 斯通扛着火箭炮 一下就炸毁了远处的一辆汽车 地底下的人听到了爆炸声都赶了过去 斯通则趁机从地洞跳了下去 由于时间有限 拿了硬盘就赶紧撤退 国安局的人直到上档之后 紧跟着跑了回来 斯通差一点就落入敌手 他无法按计划跑到车上 就让托尼在下一个指定地点等他 斯通一路狂奔来到了码头 开上快艇就跑了 临走前还拔下了其他快艇的油管 等他离开码头后 一枪打爆了快艇 一下子就甩掉了众人 托尼由于胆小 遇到警察就停了下来 斯通看到他的车停在了桥上以后 利用货船的传送带 直接开着快艇飞到了桥上 不光托尼惊呆了 就连警察也看傻了眼 斯通一个翻身跳了上去 扬长而去 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老王和斯通自然被警察给盯上了 晚上老王偷偷潜入 国防部部长的家里 不料被逮了个正着 国防部部长早就料到了老王会来 老王此时也明白 偷袭地下指挥中心 就是他策划的 事情败了 国防部部长自然不会放过老王 他让手下制造了煤气泄漏 引起的意外死亡的假象 看着电视上的报道 斯通就知道事由蹊跷 随后他们连上了硬盘 想看看能不能查出什么线索 谁知硬盘是空的 里面什么都没有 但是斯通多了一个心眼 在硬盘的调形码上 看出了端倪 上面说要找一个叫安娜的人 在老王葬礼的那一天 托尼和斯通远远地观察着 斯通在现场发现了安娜 随后找机会接近了他 想让他帮自己去接近国防部部长 斯通假扮成服务员 混进了酒会 还意外偷听了国防部部长 在拉拢人心准备便捷 不料斯通这时被现场的保镖给发现了 他跑出去坐上了安娜的车就溜走了 安娜把他带了回来 这让斯通放松了警惕 斯通洗个澡的功夫 安娜却不见了踪影 随后在楼下发现了一个高官被人谋杀 斯通正在纳闷时 外面的警车呼啸而来包围了房子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被安娜陷害了 要想办法逃走才行 他先是关掉了电闸 等着特警冲进来后 偷偷干掉了一人 之后换上特警的衣服 浑水摸鱼地逃跑了 为了搞清楚国防部部长的阴谋 斯通让托尼入侵国安局的电脑 终于得到了一份密令 国防部部长下令 让重武器都集结在一艘航母上 包括坦克战斗机在内 斯通为了一探究竟 晚上独自潜水爬上了航母 在里面他亲眼看到了大批的武器 源源不断地送来 还在上面发现了安娜 随后就偷偷地跟在了他的身后 这让斯通有了重大发现 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 老王竟然没死 他和他曾经的部下 都被国防部部长囚禁了起来 斯通在打晕了安娜的一瞬间 安娜拉响了警报 他顾不上救出老王他们先行离开了 来到甲板上 斯通悄悄钻进了一辆装甲车 在上面大肆地破坏 航母上的士兵就开着坦克轰炮他 都被他轻而易举地躲了过去 没打到装甲车 反而毁掉了很多的装备 这可把军官气得够呛 在上面捣乱了一番 玩得差不多了 斯通就跳进海里溜走了 随后他把此事告诉了 国安局的一个长官 长官有些将信将疑 不过事后还是试探了一下国防部部长 国防部部长的回答 让他对斯通多了一份信任 斯通回去改装了自己的车 找到了之前在一起混着的一帮朋友 朋友和长官做了一个交易 让他放了几个被抓进监狱的兄弟 这事在长官眼里就不叫个事 于是爽快地答应了他 众人一拍即合 随即开上装甲的车 打劫了一辆装满军火的卡车 此时包括总统在内的大多数重要级人物 都聚集在参议院开会 国防部部长调集军队包围了此地 名义上是保卫总统的安全 实则是为便捷做最后的准备 还把老王和他曾经的部下也带了过来 一旦便捷成功 就把这一切架回给老王 国防部部长真是老谋深算 没一会儿便绑架了总统 干掉了几位部长级的高官 斯通他们在外面也没有闲着 先是偷袭了外围警戒的部队 随后抢来一辆坦克 竟直冲了过去 眼看总统就要被国防部部长干掉 关键时刻 斯通一炮轰了进来 国防部部长害怕计划失败 就暂且扣押总统作为人质 带着总统坐上了一辆高速列车 斯通为了抓住他 开着改装的大马力汽车 沿着铁路追了上去 老王则开着直升机追了过来 斯通把列车尾部炸了一个大洞 一脚油门把汽车卡在了上面 随即钻进了火车 在火车上的厨房里 斯通遭到了一个杀手的偷袭 手掌被刺伤 被惹毛的他直接用液化器烧死了杀手 国防部部长还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 此时列车刹车失灵 斯通干脆关掉了电源 在车厢里放起了烟雾弹 老王也追了上来 国防部部长首尾难顾 斯通趁机扑倒了他 两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 总统则在直升机的掩护下被救走了 国防部部长恼羞成怒 打算和斯通同归于尽 斯通看列车行驶到了一座桥上面 纵身一跃跳了下去 老王看准时机发射了一颗炮弹 瞬间列车变成了一片火海支离破碎 国防部部长也一命归西 斯通则顺利游到了岸边 最后一个人浪迹天涯 故事结束 动作片该有的猛料 该片一个不辣 生猛绚烂的动作场面 和酷炫抢眼的超级装备 都让人心脏砰砰跳 片中更为令人瞠目的是 动用了退役的大黄封号航母 它是影片中最大的道具 用来表现军事派别的内讧 感谢观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赵地咱们下期再见